据媒体报道,黄欣盈在车上机闻许直安,影片在4月16日流出后,成了过街老鼠仍然喊打。 虽然隔天发声明道歉,仍无法平息外界怒火,电视台也与她划清界线,主持及新戏全部喊停。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亲姐姐黄欣美悄悄取消关注黄欣盈的社交账号,被认为是众判清理,引起不小议论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